说起于世南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一定熟悉 但是喜欢书法的朋友却应该知道 于世南是个大书法家,自博师,生性沉浸,执着好学 当然他不仅是书法好,还是一个全才 是南北朝道隋唐时期很著名的一位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和诗人 位列唐初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于世南因为生活在乱世,人生经历相当坎坷 他早年是在南北朝时期的陈朝任职 后来随灭了陈,他和他的哥哥于世姬又一起进入隋朝 后来隋朝末年宇文化籍杀了隋阳帝以后 于世南又被挟持到了辽城 唐朝建立以后,他又进入到了唐朝 后来李世民发现了他,请他担任秦府参军 从此之后他一直辅佐唐太宗,逐渐越来越受到重用 唐太宗经常和他一起讨论书法文章 特别在书法方面是经常直接请教他 唐太宗总是称赞于世南 说他有超市之才,身兼五绝 那么是哪五绝呢? 就是这个中党,有替,博文,辞藻和书汉 正是赞扬他忠诚正直 对人友好,博古通筋 能师善富,文才好 而且书法了得,是一代大家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难得的 也说明了于世南很全面 是一个通才而且人品好 据说有一次于世南和当时的一些红文馆学士们 跟随唐太宗参加了一个活动 大家一起共赏海池景色 谈诗论话,是一个很风雅的活动 在这个艳影之间呢 唐太宗突然就兴起了 问大家说 爱情啊,你们有没有新写出来的诗词作品 或者好文章呢? 有的话不妨在席间来朗诵朗诵 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这个时候于世南就给太宗和众人 读了他写的这首诗 叫做《禅》 这首诗后来被大家看作 永禅三绝之一 是一首经典作品 我们来看一看 禅,唐,于世南 锤蕊引轻路,流响出书童 居高生自远 非世界秋风 这首诗是一首永物诗 写的是夏天很常见的一种小昆虫 就是禅,知了 大概意思就是 禅的头上有两条触须 就像人的茂音一样 它们稀损着清澈甘甜的露水 连续不断的鸣叫声 从稀疏的梧桐树之间传来 禅这种小昆虫 为什么叫的声音可以传那么远呢 是因为它在树上位置比较高 并不是凭借秋风的力量啊 这首诗写得很简短 句句写的都是缠的像外形啊 缠的习性啊 和它的鸣叫声等等 可是却又句句暗示着 人的那种高洁清远的品德 真正的反映出 永物诗的最高境界是永人 垂蕊引轻路 蕊是什么 是古人的帽带垂下来的那部分 特别是古代的显耀官员 他们的灌音 您看是不是挺像蝉头上伸出来的处须 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 他们欺高引路 所以往往用蝉来比喻当时的高官显贵 比喻自己 再看看后面这句 《流响出书童》 这句写什么呢 是写蝉知了的叫声 知了的叫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有些人心情烦躁的时候 听了会觉得挺烦的 有些人听了会觉得 这也是夏天的一种独特的那种气氛 蝉栖息在高高的梧桐树上 不停地鸣叫着 他们的叫声从梧桐树之间流淌出来 让人感觉到他们鸣叫的那种力度 最后两句居高生自远 非是借秋风 是两句议论 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蝉的叫声很远很远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 他们的声音之所以穿那么远 是借助了秋风帮他们传送 可是于是难却说 不是因为秋风的传送 而是因为蝉 他们自己站得足够高 这就是所谓的居高而自能之远 居高生自远 非是借秋风 一个字字 一个非字 一正一反 相互呼应 表达出了对人的那种 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 和高度自信 表现出了一种 雍容不迫的风度和气质 这里说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名声是靠人传播出去的 而品行则不是 一个人的品性是否高洁 并不取决于 是否有人来刻意地进行一些宣传 一些传播 一个人品行高洁 内心真诚善良的话 那么即使没有人来宣传 也改变不了他高洁的事实 相反的一个人 如果内心阴险狡诈 诡计多端 那么他就算再会来事儿 再能够网络很多的人来追随他 美化他 宣传他 他的真面目 也会有被大家慢慢地认识到的一天 他也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 那种有境界的人 事实上呢 禅这首诗也包含着于世南的一种处世哲学 于世南说禅选择在梧桐树上栖息 也比喻高尚的人 不会轻易地随波逐流 在乱世当中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而是选择民主 去辅佐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总是能够成就自我 事实上 他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 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朝 在数不清的战乱当中 于世南始终得到 各位掌权者和帝王的重视 可他却从来没有侍宠而交 不可一世 他一生呢 是修身力行 做人严谨 忧心天下 位高权重 却能够保持心性的那种高洁 唐太宗当皇帝的时候 其实于世南的年纪呢 已经比较大了 他想辞官告老还乡 可是唐太宗对他是特别重视信任 把他留下来了 这一留呢 又是留了十多年 他是一个特别得到 唐太宗信任的大臣 太宗经常和他谈论 历代帝王的为政得失 而他也往往是直言善见 为真冠之志 做出过独特贡献 唐太宗曾经还非常感慨地说 群臣皆如于世南 天下何忧不理 照理说呢 他这样的大人物 不应该只是用一只 小小的禅来自比 来抒发自己的那种情怀 他这样的人就算是以什么 坤啊彭啊来自比呢 也是没什么不合理的 可是于世南只是一只 不起眼的禅来自比 这本身就是他的那种 谦虚谨慎 比较手里 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 他这样有对自我的 道德品行的高要求 又有才华 还懂得谦虚退让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深受重用呢 有句话说得好 说大臣的素质 往往反映出的是皇帝的素质 皇帝是个明君 才能够发现真正的人才 带领他们一起去开创未来 其实皇帝和大臣呢 本身就是相互选择 相互成就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皇帝就像唐太宗 他的身边呢 大部分是有识之士 有才华的人 能说真话的人 而有些混账皇帝呢 他们身边都是一些像坚定小人 每天就是玩一些不入流的东西 那些奸臣自己本事不大 可是呢 价子却很大 自己贡献没多少 可是贪腐 却毫不含糊 因为皇帝没能力赏识更优秀的人 他们的皇帝也就这点素质 就是这个道理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禅不仅当时写出来 唐太宗就震撼了 很佩服 而且历来在文学史上 也被认为是永禅的 所谓三绝之一 另外两首是 李商隐的禅和洛宾王 也就是那个写额额额的大才子 洛宾王的再遇永禅 禅呢象征着高洁 在古代诗歌当中很常见 这几首能够被认为是三绝 是相当有特点的 最后简单说几句 这三首经典的永禅诗 他们虽然都是写禅 可是这几首诗 却因为作者的性格 遭遇地位等等不同 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于世南的禅 写的是作为一个君子 作为一个朝廷 众臣要自律 自免 自谦的这样一种 成功又低调的形象 洛宾王的禅呢 是一种落难者的苦闷心情 李商隐的禅 却是清贫者的满腹牢骚 反正都是各有各的处境和心境 也都各有风骚 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聊聊 这三首经典的作品 放在一起来比较聊一聊 想看的朋友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好了 今天关于于世南的这首禅 就和您拉到这儿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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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